我们来讲这个第二个例子啊 为什么要讲这个第二个例子呢 因为这个第二个例子里面还有一些新的知识点没说啊 那么这个第二个例子我们之前也做过了是吧 我们用的是什么那个行内块元素来做的 是这样的啊 行内块元素啊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用这个浮动来做啊 那么浮动来做的话实际上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啊 还没没到它效果啊 那么我们今天要怎么做呢 我们用另外的标签来做啊 什么标签呢 那么我们前面是不是学到了什么呢 这个块元素啊 块元素里面那么实际上我们做那种东西的话 一般是什么 用ULLI标签来做啊 做那个菜单的话 那么有人问你之前不是用了DIV加A来做的是吧 我们那天是用DIV加A标签来做的啊 那么是到底是用ULLI来做 还是用DIV加A标签来做呢 那么像空到这种菜单啊 一般是什么呢 我们规范的开发的话是用UL加LI来做这种东西 为什么呢 ULLI的话是有语义的明白没有 那么说说已经爬虫的时候会去爬ULLI这些结构啊 所以说一般规范的做法的话是什么呢 用ULLI来做这个效果啊 它这种也相当于是列表吧 是吧 也相当于是这个菜单的列表 是吧 那么的话 DIV加A来做可不可以呢 有时候是可以的 什么时候可以的 就是说如果说你项目赶进度的时候 想做快一点 有时候也会用DIV加A直接 用DIV加A直接来做 也可以啊 就是说实际的开发中的话 也不是有时候也不是 呃 就是说那么严格 就是说你如果想做得快一点 用DIV加A来做也 什么两成结构是不是就快一点呢 是吧 那么规范的做法还是建议大家用ULLI来做这个效果啊 那么它是有语义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用ULLI来做这个效果 加上浮动啊 如何做这个菜单 是吧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 这个是菜单 好 那么的话 这个菜单的话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新建一个H5的文档 是吧 彩单啊 好 那么的话 它的结构是什么呢 如果用ULLI来做啊 那么的话 呃 首先是什么 UL是吧 UL啊 UL 然后的话 我给这个UL的话 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样式啊 给它一个样式的类 这个类的话叫什么呢 Manuel吧 Manuel啊 Manuel是吧 然后的话什么呢 下面是LI吧 LI啊 LI的话 那么怎么样呢 LI里面啊 LI的话 最终这个我们这个菜单怎么样 还是要做链接的吧 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结构呢 是LI里面再包上A 是这么一个结构 一般是这么做的 知道吧 一般这么做的啊 LI包上一个A啊 包上一个A之后 然后的话 这个整体的什么 呃 再乘以一个什么呢 乘以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是吧 整体乘以一个七个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把这个字先写上去啊 这个字的话 假如说叫做 我就写一个字吧 是吧 假如说公私简介啊 公私简介啊 公私简介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整体的在怎么样 整体的啊 这是要是 英文的这个什么呢 括号啊 整体的在乘以一个七吧 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快捷键啊 好 把它注意一下 好 这样子是吧 然后按一个TAP键 是这样的啊 按一个TAP键啊 那么这个效果 是不是就出来了啊 好 那么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 ULILI 里面再包这个A 是吧 那么我们昨天 做的是用什么呢 DIV吧 DIV 然后 A 然后再乘以一个 起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吧 我昨天是这么做的啊 是吧 啊 那么这种做法 这种结构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说 比较简单啊 啊 那么大家实际开放 如果说有时候 赶进度 想做快一点的话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做 是吧 没有是吧 那么的话如果说 SEO的人员 不要求你做那么严格的话 是吧 他如果不找你的啊 什么 不来找你的麻烦啊 你可以这么做 是这样的啊 其实SEO的话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SEO的人员 是吧 他会出一些方案的 有时候要让你去改一些标签的时候 是吧 那么你就去改啊 那么的话就是 赶进度的话 有时候可以 也可以这么做 是这样子啊 就是实际开发中的这个什么 这个一些情况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用这种来做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啊 我们把这个加上去吧 好 这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吧 啊 这个效果的话 应该是很什么呢 很难看的啊 是不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 如何能变成这样一个效果呢 是吧 其实相差太大了 是不是这样的 相差太大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一步步的把它变成这样一个效果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首先的话 这个UL是吧 UL它有什么特性呢 UL里面的每个什么Li 都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点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这样一个点啊 这样一个点的话 一般是怎么样呢 我们一般是要把这个点给去掉啊 那么有时候我们说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点 怎么办呢 啊 我们先是什么 先是把点去掉 然后怎么样 我们自己用样式来加点进去啊 为什么要去掉 然后再加呢 这不是很麻烦吗 为什么要去掉这个点呢 因为这个默认的这个点啊 它是不兼容的 为什么不兼容呢 它在不同的乱线上 看到的这个大小还不一样 看到的样子还不一样 然后这个点呢 还不好设置 是吧 它本身我觉得也不好看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太好看啊 所以说一般我们把这个点给它去掉啊 不要这个点啊 不要这个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这个样式啊 那么去掉的话是通过样式来控制的啊 好 好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L是吧 这个UL的话 它的这个manu是什么呢 manu上的类名吧 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来写一下写这个manu的样式 写manu的样式是不是就是写UL的样式啊 它就是写的样式啊 好 我们先给它给大家来一个基本的这个什么 基本的这个什么感觉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假如说我先把它的宽和高线写一下啊 假如说宽和高线写一下啊 那么宽度是694吧 高度是50吧 是吧 好 那么大家记得啊 这个UL和LY也是快元素吧 是吧 也是快元素 大家记得啊 好 那么的话 假如说我给它一个宽是这个694是吧 694px啊 好 高度是50px 是不是这样呢 50px啊 好 然后给它一个背景色啊 给它一个背景色 大家看一下啊 假如说拿一个cyan吧 这是一个青色是吧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变成什么样了 是吧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 是吧 那么这个青色的是不是是不是这个UL的什么 它的这个区域啊 UL的区域啊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DIV一样的啊 就是一个DIV啊 那么怎么理解呢 这个也是DIV啊 可以把它理解成DIV 然后这个每个LI呢 也可以理解成是DIV 有没有 啊 理解成是DIV啊 这么理解就行了啊 只是这个UL的这个DIV呢 它带有一些特殊的样式 比如说这和什么 这些圆点吧 是吧 然后的话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些圆点距离这个什么呢 距离这个UL的左边是不是怎么样 而且还有间距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间距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掉这个小圆点啊 大家记得这是一个新的这个属性啊 去掉这个小圆点 怎么去掉呢 那么怎么设置呢 就是List Stand ListStand 这就是设置这个小圆点的一些样式的啊 我们把这个ListStand设置为什么呢 Lun Lun ListStand把它设为Lun这个就是去掉这个小圆点啊 这个是去掉这个小圆点啊 去掉这个小圆点啊 好 我写了这一句之后再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刷新一下啊 这个点是没有了啊 点没有了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点检查看一下啊 这个UL啊 这个UL它项链是一个特殊的DIV 我们把这个鼠标点到这个UL上面是吧 这个UL上面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UL的话 看见没有 它是不是有什么呢 看一下它是不是有marking的 看见没有 它有16的marking 这个太特殊了吧 DIV是不是没有啊 DIV是没有的啊 除了有16的marking之外怎么样 它还有什么 padding看见没有 这是不是有个40啊 就是它左边还有一个paddingleft 还有一个40的 什么paddingleft 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这是它特殊的地方啊 所以说我们要用UL来做的话 我们一开始什么呢 先把圆点给它去掉啊 然后把这些东西给它去掉啊 把marking和padding给它去掉啊 好 那么怎么去掉呢 是吧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先把marking去掉吧 marking的话是16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16的marking啊 这个是上下有16的marking 左右没有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写marking 把它的marking给覆盖掉吧 写我们的marking 把它的marking给覆盖掉啊 假如说我写这个 让它居中 是不是可以啊 居中的话 我写什么呢 marking 假如说距离上面是50像素 是吧 左右 or2 然后是下面是0啊 那么我写的这个marking 是否把它的原始的marking 给覆盖掉了啊 现在是用我的这个marking吧 用我的这个marking啊 好 用我的这个marking之后 那么怎么样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它是不是居中了 好了 看一下这个UL 是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50吧 左右是什么 它自己算的 看见没有 254点什么5 是吧 它自己算的啊 好 左右的marking是去掉的啊 那么还有一个pading 是没去掉啊 pading没去掉啊 pading的话 我们也必须去掉 是吧 我们不需要这个pading啊 好 pading的话 我们可以把pading设为0 这样子直接干掉啊 这是简单粗暴的方法啊 就直接去掉它的pading 好 这个pading去掉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UL才恢复到一个什么呢 类似于一个DIV的效果啊 这个时候就像相当于是一个DIV了啊 那么你就把UL当成一个特殊的DIV来对待啊 这个DIV的话有什么特殊呢 有什么 圆点吧 把圆点去掉啊 然后把marking自己设一下 是吧 然后pading给它去掉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好 那么关于这个UL的话 我们后面的开发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一般是什么 就是写线通用的 是吧 把他们的什么marking padding 全部先 些什么设为零啊 是这么做的啊 好 后面再统一再讲吧 这个是单独去掉 是吧 好 那么去掉完之后 那么的话 这个UL基本上 它的这个设置设置完了啊 设置完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每个LI是吧 LI是什么 是快元素吧 LI是快元素 就导致什么 每一个这个文字 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都是排成一行啊 独占一行吧 对 独占一行 对 每个LI独占一行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就而且它的 看一下我把室友放上去 他们的这个宽度 是不是等于什么 UL的宽度吧 看见没有 这个什么高亮的这个地方 是吧 是不是整体的宽度 等于这个UL的宽度啊 好 之后的话 我们就开始设这个LI的 这个尺寸 LI的样式的吧 好 L的样式怎么设呢 那么直接什么 这个menu下面的什么 LI 是不是就可以啊 好 设置它的样式啊 好 它的样式的话 那么跟我们昨天设置 A的样式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它的样式的话 就是每一个LI的宽是什么呢 宽是什么 98吧 高是48吧 然后有一个像素的边框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就是 宽是98PX 是吧 好 高度是什么呢 48PX 然后来一个像素的边框啊 Border 然后是一像素实现 然后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够的吧 够的啊 好 这个设置完之后呢 看一下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子 是吧 每个LI现在设好了 是吧 好 每个LI设好之后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是不是这样子了 是吧 每个LI 每个LI 忠实的履行它的这个元素的什么类型 是吧 每个占一行 是这样的 宽高都对了 是不是这样的 宽高都对了啊 好 宽高都对了之后 那么每一个LI应该还有一个背景色吧 是吧 背景色啊 背景色的话 我们设设一个什么呢 设一个白色吧 是吧 背景色啊 设置以为一个白色啊 白色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那么每个字都有这个白色吧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想让LI怎么样 排成一行吧 是这样的 排成一行啊 排成一行的话 我们怎么样 我们可以什么 把它转化成行列块吧 转化成行列块 大家看一下啊 先我们就用转化成行列块来做一下 是吧 比如说Display 然后是Inline Block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转成之后 他们就排成一行了 是吧 好 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是不是排成一行了 排成一行后 那么的 它是很 很什么呢 很手实的 什么样 啊 很很 没有惊讶的会出现这个bug吧 是吧 就是有这个间距吧 是吧 这是Inline Block的 它的什么呢 这个特性吧 是吧 啊 所以说这种东西 是不是有时候也不好做 是吧 也不太好用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是用什么呢 Inline Block 是吧 那么既然我们学了新的什么呢 浮动吧 那么我们就用浮动来做 是吧 把这句不要 是吧 这句不要的话 我们什么 把它拿一个float 是不是可以啊 left 是吧 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还有没有这个间距 是吧 好 这个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是比那个好用啊 看得没有 是没有间距啊 没有间距了啊 好 没有间距之后怎么样 那么的话 最后一个还是排不过来吧 啊 那么同样的 我拿一个marking什么 负值是不是就可以排好了啊 啊 marking left 给它拿一个负一 是不是可以啊 负一片个词啊 负一片个词啊 好 负一片个词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不是 排好了 排好了啊 排好之后 另外整体的往右移的一个一 那么后面这个什么 背景色是不是显出来了啊 是吧 好 我们可以把背景色先取消掉啊 好 背景色先取消啊 好 这个是这里是吧 好 有人问了 就是说 那你这个有个一的这个不是不精确吗 是吧 好 那么有时候我们这是什么 想做种效果的话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不精确啊 有点不精确的话 我们大概的什么 我们的误差啊 首页的误差的话 我们在验收这个网页的时候 首页的误差大概是三个像素以内 是可以的 三个像素以内啊 有时候你不能做到绝对的精确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说人家验收的时候 跟你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卡的话 那么这个是不是跟你为难啊 有时候确实跟你为难啊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跟他聊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验收标准 首页是三个像素之内都可以的啊 不要卡得那么紧 卡那么紧的话 会影响项目进度 是吧 不要卡那么紧啊 首页是三个像素之内啊 其他页面是大概是五个像素之内 五个像素之内都可以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验收标准啊 那么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像素啊 应该是可以的啊 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过的啊 不要卡得那么紧的啊 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卡的话 那个 那个可能是你碰到一个什么呢 那个有什么偏致狂的一个产品经理啊 碰到一个偏致狂的啊 要多跟他聊一下 是吧 跟他搞好关系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有时候这个东西很难通过 是不是这样的 很麻烦啊 麻烦 好 好 这个的话 那么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背景色去掉 是吧 背景色去掉的话 这个文字的话 那么我们看一下 每个文字都是用A包起来的吧 这个A是属于什么 A是什么 A是行类元素吧 是吧 行类元素啊 好 行类元素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现在每个A都是包在一个LI里面 LI是一个块元素吧 每个LI大概是这么一个区域 是不是这样的 每个LI大概是这么 每个什么呢 大概是这么一个区域 是吧 好 这么一个区域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鼠标放到这个文字上面 是不是有变成这个手啊 好 我鼠标移开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没有这个手啊 为什么呢 因为A标签 它的区域现在只有这么多吧 它因为A是行类元素 它是怎么样 它的区域是什么 是文字撑开的 是不是这样的 它是文字撑开的 所以说 它只有文字区域这么大 只有这么大 如果移开的话 它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 不属于A的区域 是不是这样的 不属于A的区域啊 好 那么如果说 我希望怎么样 希望是这种效果 看一下啊 这是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 我鼠标放到什么 放到这个什么 这个手页旁边 放到任何这个区域 什么样 都希望变成手 明白没有 都希望变成手啊 好 那我目前 那我目前 它是这个 这个效果 是做不到的 是吧 就是只有 只有我什么 所谓放在字上面 是手啊 放在其他地方 是没有手 是吧 好 就是说 这个响应区域 我希望是 它是这个 整块的 这个响应区域啊 整块 这个响应区域啊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把A标签 可以转化一下吧 是吧 如果不转化的话 只能是文字 把它撑开啊 把它转化成 行类块 或者块 都行吧 小话说 行类块 或者块的话 是不是 它可以支持框高啊 好 我们把它转一下 大家都知道了啊 好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 我先给它一个 这个A标签 给它一个背景色 大家就看到了啊 好 给它一个 A 这里面的A吧 好 给它一个什么呢 叫做背景色 大家看一下啊 不要忘了卡了 假的给它一个够的吧 大家看一下啊 每个A标签 这个时候 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响应区域 是多少呢 是这么一个区域吧 是吧 就是这个颜色的区域 我才能响应 然后其他一大地方 就不能响应 是不是这样的 不能响应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怎么来 把A标签转一下 转成什么 可以转成块吧 转成块或者 行类块都行 是吧 因为这个里面 只有一个A标签 所以说都可以啊 好 假如说我把它的 Display 把它转换成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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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是变成块了 变成块了之后 那么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它的这个宽度 是不是就等于 负极的宽度啊 看见没有 这个颜色 是不是自动的什么 延伸到负极的 整个宽度啊 这是忠实旅行的 快的 它的特性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把这个 什么 这个A 什么样的 把它设置个宽高 是不是可以啊 宽位设一下 宽假说是98px 98px 高度的话是48px 好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A是不是 涵盖所谓的LI的区域啊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怎么样 我放到哪个地方 都可以有这个响音啊 看见没有 是不是都是响音啊 好 我们一般是这么做的 是吧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背景色 可以取消了吧 取消啊 取消这个背景色啊 取消这背景色之后 虽然没有背景色 但是A的区域怎么样 还是 怎么样 覆盖所谓的LI吧 一般是这么做的啊 大家 大家清楚这个转变啊 就是这个A标签 它本身是怎么 只有这么大 我现在转换成快的话 加上宽高 那么它的 这个A的区域是怎么样呢 覆盖所谓的LI吧 好 接下来的话 就是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文字 水平垂直据中吧 好 水平据中啊 首先水平据中怎么写啊 这个A现在是一个块了 是吧 那么我写它的文字 水平据中怎么写啊 水平据中啊 Text的什么 align吧 Text的align啊 Text的align给它来一个center吧 align啊 好 center 那么这就是水平据中了 是吧 好 再来一个垂直据中是什么 line height吧 line height 给它来一个48 是不是啊 48px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 就给它拿一个什么 是不是水平垂直据中了 好 接下来的话就是什么 把这个文字的颜色调一下吧 好 文字的颜色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pink是吧 pink然后是16是吧 好 首先的话怎么呢 还有这个下滑线是吧 下滑线也去掉啊 比如说是text的decoration 给它设置为lum吧 好 没有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 设一下这个 好 fone的size的话是多少 这个是16吧 16片的字啊 16啊 好 这个我们没有简写啊 没有简写就这么写吧 好 然后的话这是fone的family的话 是什么 雅黑吧 然后是什么 什么 说 说的啊 雅 雅 雅 黑啊 雅黑 好 然后的话这个color就是什么呢 pink吧 pink啊 好 pink 好 这个刷新一下啊 那么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好 那么再看一下最后一步就是说 我们鼠标放在一个a上面怎么样 需要有一个什么 什么响应吧 是吧 一个响应啊 一样的是吧 hover吧 hover啊 hover hover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这个 白光的color是吧 再换一个颜色吧 换一个什么 go的吧 是吧 好 go的完之后 然后这个color怎么样呢 文字的颜色要变成什么 白色吧 color啊 color color的话就是来个白色啊 好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 这个效果是不是做出来的啊 就这样子的啊 好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什么呢 规范的做法 规范的做法啊 好 这个是用 一般是用li来做的啊 好 好 谢谢观看